我們今天來到這裡是因為 新北市政府在這裡辦一個活動 叫做無車日 但是同時新北政府已經宣示 它要在12月以前 淡北道要開工 淡北道路要開工 這完全違背了無車日的精神 可見新北市一年一次拿無車日來作秀 當它宣示12月淡北道就要開工 我們的河岸就要被破壞 我們的單車道就要被影響 在這個時候更多的小行車開進來 更多的烏煙瘴氣進來 然後它告訴我們 它要在這裡辦無車日的行動 這豈不是最荒謬最諷刺的事情嗎 等一下大家一邊散步 一邊如果旁邊的民眾喜歡的話可以加入我們 來歡迎你來淡水 請你關心淡水 謝謝 可以抓到 他們已經開了好幾次的說明會公聽會 我們都不曉得 而且他們的工程品質讓人憂心 這條淡水快速道路其實蓋得很勉強 第一個就是淡水的交通需求其實現在已經要蓋輕軌了 那所以其實而且也有捷運 那為什麼還一定要開一條快速道路 在整個新北市的交通投資來講 就是淡水其實是一個很扭曲發展的地方 但沒想到現在要跟捷運平行還要再開一條快速道路 而這條快速道路呢其實只是在服務這邊的所謂的開車族群 那在我們現在的新北市在講節能減碳 甚至要響應什麼無車日綠色交通的時候 竟然不是去鼓勵民眾多用大眾交通工具 反而是要用去鼓勵民眾去再開快速道路給民眾開車用 這其實是非常本末導致的 新北市政府所辦的假無車日的一個行動的一個地點叫做塗鴉牆 請大家 那邊有噴漆 請大家噴上我們的真正無車日的理念 請大家噴上真正符合綠色交通的理念的字眼 讓西北市政府知道我們要的是一個怎麼樣的無車日 不清楚那個字啊 有沒有拿紅色的 可是這裡已經有紅色了 現在這條快速道路它最大的爭議是 第一它在交通效率上沒有那麼好 就是淡水在平常非假日的時候 其實它可能只能節省到五分鐘的時間 那淡水在假日的時候塞車的情況 即使是多那條路也未必能節省多少塞車情況 因為有太多的遊客 那個是要用別的方式來疏導的 那再來就是這條道路興建會影響它沿岸的紅樹林 因為它是沿著捷運跟紅樹林中間的 一條很狹窄的一個綠地 它把這塊綠地讓它改做成雙向的這兩條道的快速道路 那一個是它施工的時候 它必然會對紅樹林是很有影響 另外一個是就算施工做好之後 這條道路真的開始營運了 有這樣子的那樣多的車輛 在紅樹林旁邊距離只有一兩公尺的地方 每天有那麼多的廢氣 噪音甚至夜間的燈光 那對紅樹林裡面的 不管是鳥類 甚至這個濕地的生態 絕對都有非常大的強害 那這部分是新北市這種不願意承認的 在有條件通過裡頭 它是要監測當地的生態 只要生態有問題 它可能要停工 可能甚至整個計畫都要撤銷 那可是這個監督目前沒有看出方案 恐怕只是一個空殼 一個橡皮圖章 如果新北市政府沒有辦法把這個工作做好 那麼它所承諾的那種生態監督 那種隨時有問題都能夠解決的那種承諾 都是空洞的白話 這用地還沒有完全取得 因為它最後這條道路 是從登輝大道開始 然後一直到大都路結束 那到那個時候已經進入台北市用地 那台北市政府其實是不贊成這條道路的 因為它只是把交通瓶頸 從淡水移到關渡 移到北投 就把它移進台北市內而已 到那邊還是會塞車 那所以其實台北市政府認為說 這條道路根本反而是增加塞車的可能 那其實這兩邊都還沒有獲得 這個衝突並沒有獲得解決 所以其實這條道路現在開始非常勉強 一定要蓋淡北 無車都許嫁 無車都許嫁 一定要蓋淡北 及蓋下 相告 斷消防 軋道 武器 清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